一家罗马队堪称欧洲联萨的造型工厂,近几个三季,罗马培养出来的世界级球星可谓一个接一个, 从凶悍受了内因戈兰,到埃及梅西萨拉赫,甚至连从罗马出来的门将,都深受欧洲球队的青睐,门将埃利森转会礼物付给罗马,带来了6600万磅的收益可谓打破门将转会身家之记录。 近日,21岁土耳其小将云戴尔,也成了欧洲多家俱乐部追碰收购的对象,云戴尔上赛季在红狼罗马可谓低开高手,上版赛季, 他还坐在罗马的冷板凳上,没曾想,连赛进入下半城,他才渐渐显出了他过人的天赋,最终,一个赛季交出了七球一助攻的良好数据。 此外,欧冠赛场也创造了进球最年轻球员的记录,从程长期来讲,21岁的云戴尔自然很值得期待,因此,这样的当红炸可谐也格外得到欧洲俱乐部的全清, 英超尔热刺和拉萨纳,德甲的半人慕尼黑和多特蒙德,军队这位土耳其小将,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 不过,在这几支球队当红,德甲霸主半人慕尼黑球购,的愿望最为强烈。 本赛季,半人慕尼黑的战绩不是很好,七轮战法,仅仅排在得奖第六位,令人有些大跌眼镜。 球队封现的老龄化,成半人慕尼黑极大解决的问题。 如果能从罗马够的年轻小将云戴尔,则可以为半人慕尼黑,找到一位非常年轻的有潜力的前锋。 这对于未来半人完成更新化代大有弊意。 罗本和李贝利都吹吹,老矣,半人确实应该早做打算才好。 不过,据KFN24报道,红狼罗马正在和云戴尔进行续约谈判,一旦续约成功,云戴尔的年薪将涨至200万欧元。 而且,罗马和云戴尔的续约条款中,还含有价值5000万欧元的解约金条款。 不过,这个违约金的设置并不高,对于想要得到云戴尔的欧洲其他球队,5000万欧的违约金成不了障碍。 据最新消息报道,求贤若渴的败人,由于用6000万欧元买下云戴尔,相信这个价格一旦交到罗马俱乐部暗投,恐怕他们是无力拒绝的。 而且,云戴尔的老东家二弟诺尔度俱乐部,主席梅赫梅特厄兹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。 看来,这位土耳其小叫下一站,极有可能,会是得假扮人慕尼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